to officially withdraw its application for the M-mark event status and 16 million Hong Kong dollars grant 放棄資助之後 國際萬亞物表演賽的主辦單位TELA Asia 在星期五再宣布 會向每位購票人士 退款門票價格的50% 同時公開活動的收支旋益表 門票收入有1億5千萬港元 扣翻支出包括球隊酬金4千5百萬 即時無資助原本還賺1千3百萬 但現在預計退款高達5千6百萬 賞面受到蝕4千3百萬 TELA Asia在退款聲明表示 原本期望可以在香港創造標示性時刻 可惜夢想破滅 時隔多日 國際萬亞物隊賽發聲明 為美斯及蘇瓦雷斯決診香港三道歉 他們說比賽期間 一直衡量是否可以派兩個球星上陣 但醫護人員最終認為 上陣風險太大 時內的決定令香港支持者 及TELA Asia失望 但強調球員受傷不是任何人的錯 而是球賽殘酷的一部份 球員的健康必須放在第一位 中文字幕提供